李慧斯 連環中招 強國選手 陰招最強 啦啦啦啦啦啦 雨昇一個轉身 跟強國選手撞到認一認 面珠燈和下巴仔都親民大地 日本網友質疑中國選手有心對付 還激發中日網民互罵 其實強國選手之前 都在大大小小的比賽上疑似出陰招 就連我們的牛下女車神 李慧斯 都曾經試過連環中招 2013年 李慧斯就代表 香港出戰世界場地單車錶賽 當時他就跟強國選手 郭爽爭奪同牌戰 你有沒有看錯 郭爽竟然用鐵頭弓攻擊李慧斯 小林共夫勁 是好近 我是鐵頭弓 無敵鐵頭弓 不過牛下女車神當然不是浪得虛名 李慧斯最喜歡2比0擊敗國爽 奪得同牌 女車神面對強國選手 真是避得一次避不過第二次 同年4月參加全國冠軍賽海林賽的時候 李慧斯對著河北選手石晶晶被他撞掉 當時Sara的教練沈金康都說 石晶晶犯規搞到外途受傷 還有今年東奧短度速滑決賽入面 中國選手范可新 居然出手拉著韓國選手朴星智 這一幕真是引來不少網民關注 網友還說范可新真是dirty chinese player 不過比賽最後都是由朴星智勝出 不過不是飾音之後大了 學習給你看 李慧斯裸牌拿到手院就知道了